多謝各位客戶支持 令到我們可以在兩個季度之內 由第四名攀升到第二名 全世界的客戶排名第二名 現在我們的市場共產量 大概是13.5% 在世界上的價格 我們接下來也會致力於 專注於用戶需求 我們要很了解 用戶究竟是在看什麼 在電腦中 而我們會製造一些電腦方案 令到他們完全可以理解到 解決到它的需求或方案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 在產品上的方向 我會覺得消費者最重要 就是看看自己的應用模式 而去選擇一個合適的產品 例如電腦能量很長 它要做很多很嚴重的工作 可能它需要一部很厲害的 Notebook 如果它是有興趣的 有時可以在咖啡店上網 上下 chat room 上下 blog 上下 blog 這樣的話 可能它需要一部輕便一點的 Notebook 甚至是一部 tablet 的產品 所以我會覺得消費者 要比較了解自己的目的 就會選擇一個很適合它的 Lenovo 產品 經濟貨門 這個經濟貨門其實都不是剛剛開始的 當然你說2011年年初的時候 經濟還是比較蓬勃的 其實之後慢慢每一季 其實都有很多隱憂 隱憂要出來的 歐洲還是歐洲的歐洲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已經不是新的事物 我們看到其實所有這些經濟的銀機 我們其實一直都是用我們 protect and attack the strategy 一直都是很穩步地可以上升 而增加市場佔的率 其實我們是對2012年 都是充滿是很 positive 的希望 我們會朝著全球第一的方向 我們會朝著全球第一的方向 一直去盡發 而在香港我們一直都已經是五年貫 五年是香港的第一 PC time 當然我ThinkPad就不止了 ThinkPad已經是十三年貫了 所以這個第一或者第一的 也要一直維持續 還要繼續有市場份額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整個industry trend 你會看到其實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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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應用模式可能有改變 除了從內容和創作之外 他們亦都會覺得 那個應用模式是否要像 Tablet那種方式 那種容易立即即使用 是否一件比較適合的方法 可能這些亦都是我們可以留意的 但當然你說產品 有很多興趣的產品 技術一定在CES上 我們會公佈